这个鱼呢 我们首先要判断一下它的新鲜度 首先拿到鼻子下面去闻一下 鱼腥味 它没有异味 还有一个呢 就是鱼的这个腮 这里是血红色 就表示非常的新鲜 还有一个就是看鱼的眼睛 透亮 还有它身上的鱼鳞 就是非常的完整 没有破碎的 非常完整的这个鱼鳞 腹部呈金黄色 首先把鱼鳞垮干净 鱼鳞清洗干净 先在清理内脏 用剪刀 剪开肚皮 把这个鱼的内脏给它都抠出来 非常的新鲜 看它这里 全血红色 还有这里啊 这个是把它这层鱼血给它挤掉 不然会腥 看 清理好的鱼改花刀 用这个厨房纸 把它身上的水分 给它 吸干 油温六成热 把鱼下锅油煎 鱼一面煎热 然后再翻另一面来煎 煎到两面煎好 准备好葱姜蒜 半碗清水 倒入料酒 生抽 少许胡椒粉 盐 白糖 少许蚝油 香醋 搅拌均匀 煎好的鱼放入葱姜蒜辣椒段爆香 然后把调好的料汁倒入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点辣椒 大火烧开 盖上锅盖烧五六分钟 烧的时候把这个鱼汤往鱼身上浇一下 让两面都入味 烧的时候 晃动一下锅 防止这个鱼粘锅 汤汁烧干 撒入香菜 一条美味的黄花鱼 做好了 看看这个肉质 哇哦 超级新鲜的 这个肉都是一条条的